这一块石头呀 它这个心状呀 确实是极不规则 一阵所谓说这个造型奇特 挺非常重 这个这么一块石头 造型比较比较比较奇特一些 各地各大的这个造型 这是我前几年喜欢这个 搜熊眼泳石研究泳石 我就开始外面搜熊 这是我自己在野外捡搜熊来的一块石头 我总觉得这个石头的这个造型呀 还有些特征呀 有点勇士的特征 我就把它弄回来了 挺重 这个石头有 哎呀 40斤肯定是有了 40斤是有了 磁性呢 有磁性 它不是是很强啊 不是是那种非常强刺的 但是有磁性 测了一下 都有磁性 有磁性它逼得不说 实际上是它里面含铁 和铁成缝 今天呢 几年了放在那里 我今天拿出来呢 去给大家 欣赏欣赏 大家去欣赏一下这块石头 反正它具备了这种 其实的这种特征吧 它至于它是不是勇士 这个没有经过专业检测 无法去去去去去 去断定它 叫磨酒酒 它拿来欣赏欣赏 你看它这个造型 确实是比较 比较奇特 这样看的话 是不是有点像 两个像个狗 狗呀 两个狗的那个眼睛 狗的嘴巴 像一只狗动在这里 但其实这样看的话 有点这个味道 翻一下 看这个石头 本来到处是这种 坑坑哇哇的 啊 这种痕迹 所以说 这就是当年 为什么捡它的原因 这个爱好也是 这也是这个样子 爱好也是随着变化而变化的 现在呢 对这件事 用摄像啥 不是太感兴趣 现在感兴趣的是画面石 造型石 因为我觉得现在是 画面是造型石呀 它的 能够能够从画面呢 有画面从 这个这个一个点到面到镜 这种 我觉得这种画面石的艺术性更高一点 啊 所以说 对这件石头 没有以前那么大 的兴趣了 啊 今天就把这 今天下的小雨 我把这个石头拿出来 给大家欣赏 我们是找个转盘放上 转一下让大家欣赏一下啊 这样看这个底 那底是平的 怎么怎么白也可以 但是那样 刚才那样是 我认为是最最平衡的 啊 找个转盘 转一下 拿来一个转盘 把它放在转盘上 让它转一下 欣赏一下 它这样放在上面 就是平平稳稳的 再给它转一下 啊 这个其实这个造型 我觉得 挺奇特的 整感觉 这样看的话 这又成一个 头部啊 像一只老虎 那虎头 眼睛 眼睛在这里 是不是有没有个 感觉 转一下 慢慢转 有转盘就可以 可以转 看 就这么个奇奇怪的一块石头 再转一下 转这让大家欣赏一下 好 这块石头呢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此 后面我再拿几块拍一下 大家欣赏欣赏 到底是这种 石头 会不会是天外来客 啊 到底是什么石头 好嘞 今天 这个视频就留到此 欢迎大家在下面 评论区交流指导啊 这个 就玩一个爱好 拜拜